主方還是立法院他們其實是能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一開始到現在他們並沒有做任何的退讓或改變 所以如果就這個結果當然是不滿意的 可是不能把那個不滿意歸咎到這個運動的這群人身上 而是那個行政級都國家機器沒有改變 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所以是不滿意的 運動中因為我們是帶著主要是帶著學齡前的小孩 然後一起在這裡 等於是把平常生活一部分的機能 就是住跟實力還有跟他們共同生活的情況在這裡 那所以帶小孩在這裡生活有非常多收穫 包括說其實本來是在各自的家庭裡面 只有可能在外面約者或什麼有聚會 可是這樣很細緻的共同生活裡面其實也是一個民主的練習過程 所以對我們來說那個共同生活的部分 對我們對於民主還有討論這件事情上 其實是從很多的學生跟不同的團體裡面 學習到的 我們個別有一些不同的經驗 但是全部都是幾乎可以說是第一次是帶著小孩 然後用這樣子共同表達訴求 然後是長期生活的方式做這樣子的嘗試 那之前當然會接觸不同的議題 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可能比較接觸的是 就是遊行或者是像抗衣這樣子的行動 對那但是是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其實這次經驗真的是慢 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第一次 然後特別是我們的年紀其實都是 對差不多是中年的這個階段 其實是沒有經歷過這麼大的 除非是在學生時代 或者其實我們跟我們的小孩是第一次 都一樣是第一次在經歷這些事情 平常就是一群就是一些家庭 然後有的透過網路或者是彼此認識 然後有一個親子共學的一個想法在裡面 那其實在這個去年前年就是促進會成立到現在 他們其實一直都有一個大的方向目標 是希望親子的生活不是只是教育 教育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家庭之間 而是其實你接觸公共議題也是一個透過那個議題 然後看到我們每個家裡實際 真實實境的時候會維持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這個對我們來說是很多機會裡面 一個很好的場景 那所以我覺得以後應該只要是不會維持 就是讓我們的日常生活家庭有太多的壓力 或者是說那個變動太大的話 我們應該還是會努力的想要去帶著小孩 然後還有彼此之間去練習 怎麼樣透過公共議題的參與 然後同時可以對照到我們自身的生活為止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好的機會 因為平常我們可能接觸的就是私人生活的 或是人際之間的 可是那個東西的民主其實有時候會載化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可是其實擴大到你看到別人跟自己的關係的時候 原本其實是模糊的 可是當你去設入一個議題的時候 你發現你沒有辦法抽離在任何一個議題裡面 可能你今天是牢房你可能是自房 或是你可能是其中的一個環境 對所以至少對我來說我覺得以後還是會帶小孩 還有跟我的同伴 嘗試著再繼續繼續這樣子的關注其他的議題也好 特別家庭生活裡面其實民生消費 對包括說飲食的安全 然後可能小孩的公共安全 小孩在這個公共環境裡面 很多可以努力的東西都會去認識 對我來說就是我的小孩跟我一樣是 從零開始知道民主是什麼 否則我們知道的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真重少數 可是那不是真正的民主 對 它也不是民主的唯一形式 那這一次看到學生還有很多的團體 公民團體他們之間 有不同的展現方式的時候 那個意識跟多元 然後怎麼在意識多元裡面 看到自己也同時關照對方 我覺得是民主非常珍貴的地方 而不是只有零或一的那樣子的思想